When I get still dark And I'm not the one who's gone I'm not the one who's gone 并不觉得说 如果有人花了六年拿Diploma 你就应该觉得 必识或者是不认同 台女学霸人设翻车 连六年博克丽美拿学位 欧阳娜娜都招了 今年我也有計劃 就是說九月要再回去吧 Berkeley的大學念完 恭喜悠悠娜娜 寒休學三年 總共花了六年 終於從伯克利音樂學院畢業囉 不過昨晚眼前的中國網友 從學校的畢業影片發現 娜娜拿的是文憑 而不是學位 深夜衝上微博熱搜 網友打算 學就知道讀的是Diploma 六年還營銷自己是學霸天才少女 真厚臉皮 所以不想多讀不申請學士 以前才女營銷太多了 不如低調畢業 本來就是要營銷用啊 誰知網友這麼識貨 我剛起床 然後看到自己上熱搜 一起床發現自己上了熱搜的娜娜 趕緊拍了個 只看到天花板 卻看不到人的影片澄清 首先呢Diploma 是我自己選擇的 簡單來說呢就是 我選擇修音樂相關的 專業的課程 和我的 這個主修它required的課程 Diploma和Bachelor Degree 他們的分別就是 文化課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時間很寶貴 我有自己的 對於學習的 生活的一些規劃 當然還有我的事業的規劃 其實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猜測 比如說是因為 什麼成績不好呀 上課時常不夠 論文不及格 拿不到Dature Degree等等 其實都不是中秋的單本 當然還有 網友比較誇大幾次說 的話 六年就拿了一個Diploma 簡單說文 品和學位修修課程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有選修文化課的學生 可以拿到學士學位畢業 但就得多繳學費 多修學分 換一個角度來說 我並不覺得說 如果有人花了六年拿Diploma 你就應該覺得 畢視或者是不認同 我也並不是說 在學校花了六年 而是中間GAP了三年 那我在選擇GAP的這三年 我也做了很多 我覺得對於我 人生而言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哪哪一天才少女大提琴加展露偷腳 接著挑戰拍戲 導演都為她改劇本呢 然後這是我的第一部 愛 北京愛情故事 當時機緣巧合下榜 陳思聰導演 把這個原本的他角色當中的 跳芭蕾舞的女生 改成了拉大提琴 因為我真的不會跳舞 落下班 加油 你可以的 落下班 加油 激發你的熱情 加油 娜娜演技不斷經濟 當然要繼續留在演藝圈打拼 愛你走十年了 你輕輕一點 自己的人生 自己選擇想要成為誰 想要成為怎麼樣的自己 就是一切聽從自己吧 就是你說了算 你想要走的是山路也好 還是花路 我覺得都取決於你自己 就不要害怕 然後對於我而言呢 我走在我自己這條路上 嗯 不愧對自己 然後不傷害別人 就沒有什麼錯 還是可以勇敢地 大步地往前走 一定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